即使中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灰霾的现象 灰霾影响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5% 主要集中在北京 河北 辽宁 山西 山东 河南等地 让我们来看记者综合报道 雾霾发生后 各地积极采取相应措施应对 各地民众的工作和生活也受到很大影响 从24日至26日 北京市空气质量交替支线正部级严重温暖 维持橙色预警级别 河南地区雾霾程度自19日开始逐渐加重 到26日会有一次比较大氛围的降雨过程 26号夜间到27号风力有所加大 27号之后 持续多日的雾和霾的天气会逐渐点落消散 山西太原部分地区的雾霾达到了中度 但是不到重度 相对于京津冀地区来说明显较弱 26号到27号的白天 山西省会太原有4到5级的西北风 雾霾天气结束 每天呼吸的都是一种灰尘 我就觉得每天嗓子眼特别干 就觉得呼吸不上新鲜空气 平常我们这龙蛋公然这什么口头鹅呀 它都见不着了 不知道去哪了 估计也都呛回家了 中央气象台预计 24日至27日 将有一股较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中国北方地区 当27日前后这股冷空气到来之时 华北黄淮等地的雾和霾天气才能消散